二千年后 蕭若元述往事 论当世 思来者 和大家一起誓说太史公 史记 苏代对弱 苏代是揭穿了 这个向寿讲大话 愿有揭于公 我现在有一句真话跟你讲 人若贵期 所以贵者贵 你能够得到贵重 是因为 一个很贵重的人 贵重你 这个就指秦皇 我现在问你 王之爱习公也 不如公孙息 你和 这个 秦公的关系 秦皇的关系 给不给得上公孙息 公孙息是更加亲密的 和秦皇 其智能功也 不如金谋 讲才智 你给不给得上金谋呢 金义仁者 皆不得 亲于秦氏 这两个人 最近秦皇 是不让他们参与大政的 这个是 而公独以王 主断于各者 彼有以失之也 而你呢 秦皇 就跟你两个 决断了各的大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人 犯了错误 他们的错误是什么呢 公孙息 挡于韩 公孙息很明显 是对韩国好的 偏向韩国 而金谋 挡于魏 金谋就认为 应该跟魏国好去打其他国家 而汉和魏 都是秦的敌国 故王不信也 所以秦皇就不信他们两个 今秦楚增强 而公党于楚 现在轮到你了 秦国的最大敌手是楚国 秦楚两国在那里增强 而你很明显 是偏向楚国 教秦国和楚国 结盟 事与公孙息金谋同道也 公何以之 那你是犯了公孙息和金谋 同样的错误 这个秦皇如果想着 要找一个大公无私的人 去处理郭靖 就会觉得你和公孙息金谋一样 有私心 而且 人家宴 楚之善变也 楚国是一个 反离覆去的国家 而公必亡之 而你 不记得了这一件事 以为没有 事自为责也 结果楚国 背叛秦国 你便受到责备 公不如与王 谋其变也 不如你告诉秦皇 我们不要信 楚国 因为楚国是很善变的 善韩已被楚 和韩国结交已被楚 如此 无怀疑 这就不可怕 韩氏必先 以国从公孙息 然后毁国于金谋 韩国 因为公孙息一向都是党韩的 于是 韩国 韩国就会听公孙息说 然后又去哄金谋 说听金谋说 韩公之囚也 韩国 大家都知道你是敌是韩国的 你说这件事 是令到韩国 对公孙息和对金谋好 金公善缘韩已被楚 是外举不被囚也 现在你反过来 教秦皇和韩国交往 去防备楚国 那就显示你大公无私 益了公孙息 金谋你都不理 你这个人才是国家的动良之才 这些就叫外举不被囚 就是那个人跟你是仇人 但是现在他应该 派他做这个官 你就去推荐他 这个叫外举不被囚 内举不被囚 如果有一个人是你的亲戚 但是很适合做这个工 你不怕嫌疑去推荐他 这个就叫内举不被囚 显示你大公无私 你大公无私 秦皇更加信你 向秀若然 吾甚欲与韩俠 是啊 你说得对 我们不如和韩国结盟 金谋许公众以武税 反而洋之民 金公途修之甚难 当日 金谋曾经 答应过公众车 公众车和韩国交往的时候 是说送武税给他 而将宜阳的人民 你侵政了宜阳的地方 但是宜阳的人原本是韩国的人 将韩国的人民交回给韩国 即将他们变成难民 宜阳的难民 交回给韩国 金公途修之甚难 第一 你就没有交回给武税 给公众车 公众车 然后第二 宜阳的人民 你就扣留了 要和韩国交往很难 乡秀若 然则奈何 武税终不可得也 那怎么办呢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这样 我真的知道 如果我真的将武税 给了公众车 武税的话 那武税 我们秦国就拿不到武税 我们会有损失的 对弱 就是 这个苏代 在《蘇秦列传》里说 是游税最擅长的人之一 他说后面这番说话 真是很复杂的 博弈 他是怎么说呢 很复杂的博弈 我希望大家听 我说会明白 公援不以韩 不以秦 为韩 求泳穿于楚 他说 你现在用秦国的势力 帮韩国 向楚 拿回泳穿 所以他说 他说 他说 他教他一条路 就是 现在和韩国讲和的方法 就是 秦国出面 代韩国 求楚 拿回泳穿 指韩之寄地 这些是韩国外面 遥远的韩国的地方 现在落入楚国的手上 供求而得之 如果你去求楚国 楚国真是把泳穿这个地方 给韩国的话 是另行于楚 而其地得伦也 得韩也 证明楚国要听秦国说话 秦国比楚国更威力 而得韩国因为拿回地 就觉得秦国对他很好 于是 你就修复了楚国 而讨好了韩国 供求而不得 如果你去求 楚国不肯给 是韩楚之怨不解 而交走秦也 于是韩国生怒的不是秦国 韩国生怒的就是楚国 因为他不肯给他泳穿的地方 而一定 只有一条路走 就是结交秦国 秦楚增强 而公除过楚以收汗 此利于秦 秦楚两国是在持强的 而你 譬如说 可以叫你秦楚国 听你说话 又可以修复到韩国 这个当然是对秦国有利 向秀若奈何 那怎么办 怎么可以代到这样 此善事也 这个就是好事 金贸玉以魏取齐 金贸的政策 为什么他跟魏国交往呢 就是想跟魏国合同去打齐国 公孙悉为什么想跟韩国交往呢 公孙悉以韩取齐 其实想跟韩国合同去打齐国 因为秦国不合韩国 魏国是打不到齐国的 就是齐国距离远很多 金贸取宜阳以为公 现在你拿了宜阳 收楚汗以安置 楚国韩国都变成了你的盟国 而诸齐魏之罪 然后去声讨齐国、魏国 说他们侵略他人 这条路走到这里 是以公孙悉、金贸、毛氏也 讨齐国、魏国 诸齐国、魏国 你就收了楚国韩国 于是公孙悉和金贸 两条路都是彻底失败